在駕鞋的途中,突然前面閃了兩下 今次不是行雷閃電,亦不是被人拍快相片 這段片可看清楚一點 吊臂車是經過輕鐵站時 吊臂撞到電纜,馬上有閃光和霧煙 事後整條輕鐵電纜都勾斷了 意外發生在星期五的早上 一輛混載垃圾的吊臂車 經過屯門輕鐵安定站對開時 勾斷了一段架空電纜 而吊臂車司機向我們表示 是自己收雞收得不夠低 正常是四米五,我們應該有五米 五米多 但當時收得不夠低 有電的,我發覺得到 你發覺得到?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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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後你就馬上停車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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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發現那些鍵斷斷了 斷了 斷了 他其後涉嫌危險駕駛被捕 在事故之後 港鐵職員在現場協助疏散 244名乘客,沒有人受傷 意外導致輕鐵服務嚴重受阻 多條路線受到影響 港鐵工程人員全力進行搶收 預計需要幾個小時去修復 希望盡量在當日下午完成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